一位作家这样说过 这世上唯一不变的 就是改变本身 唯有每天努力奔波 才不会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生活不怕改变 最怕一成不变 我听爱人说起过一个前同事 当年他们所在的工厂经营不善 熬到年底才勉强发了两个月的薪水 很多人都选择自己单干或出门打工 但这位同事却选择留了下来 几千人的工厂 选择留下来的仅仅几十个人 只剩一个车间和办公楼还在使用 我们在外地时 爱人曾邀请他一起做设备的维修和加工 他们的专业正好一个做机械 一个做电器 结果被他拒绝了 爱人跟当地的几个电器师傅合作过 每次安装调试机床 往往只需要一天多的时间 却能赚到工厂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而他却坚持留在原来的地方 每天往返于家和工厂之间 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 一晃 就是二十多年 对于很多人来说 只要在家里能挣来一口饭吃 就不愿意出去打拼 他们并非没有在外面安身立命的能力 而是缺乏走出家门的勇气 他们拒绝面对不确定性 担心万一发展的不好 再想回来时 自己原来的位置已经被人取代 他们只喜欢在熟悉的地方生活 跟熟悉的人打交道 每天只做相同的几件事 日复一日 这样的生活 看上去既安逸又稳定 但日子仿佛一眼就看到了头 没有期待 也没有惊喜 放眼周围 我们不难发现 越是那些喜欢不停折腾的人 活得越精彩 我有一个同学 小凡 高考落榜后复读一年 考上北京的一所大学 毕业以后 小凡先是在一个小公司做了一年的职员 积累了工作经验以后 就跳槽到了一家知名的外企 经过五年的努力 她从最普通的职位 一步一步做到了部门经理 婚后 有了一个女儿 还把父母接到北京 一起生活 长期在高强高压的状态下工作 小凡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 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于是 她选择辞职 自己创业 她报班 学习西店制作 半年以后 开始着手寻找店面 为了长远发展 小凡把店面位置 选在繁华的路段 但起步的时候 非常的艰难 常常连房租都赚不回来 于是 她向那些成功的商家 学习经验 回来以后 取长补短 在丰富商品种类的同时 加大店面的宣传力度 还会在一些 特殊日子开展促销活动 经过很长时间的探索和实践 小凡的生意 才逐渐地好了起来 店里的事离顺以后 小凡的朋友圈 又开始晒一些新的技能 报名学舞蹈 在他们的合照里 小凡被一群年轻的小女孩 包围着 笑得特别开心 她小时候学过京剧 现在还常常录经典唱段 给大家听 看到她一起风发的样子 真的挺让人羡慕的 诚然我们大多数人 都走在了既定的轨迹上 有许多现实的羁绊 也许不容易做出太大的改变 但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做一些 小的调整 给平淡的日子增添一些 小确幸 比如 给很久不联系的朋友打个电话 即使跟亲人交流想法 都会增进彼此的感情 在假期 带全家出去旅游 把孩子心心念念的礼物买回家 让亲人 收获简单的幸福 陪伴老人 去做一件他喜欢的事 帮他实现 由来已久的愿望 会让他感到无比的欣慰 生活时苦 但记得 常常在苦涩里加一点甜 愉悦自己的同时 也将这份快乐 传递给身边的人 现实 需要我们低头追逐六遍事 但请别忘记 偶尔 也要抬头看看月亮 一位作家在演讲时说 要学会给生活埋下彩蛋 这些彩蛋 会发芽 会结果 甚至会滋长成另一个世界 希望你 用心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都会成为 明天的彩蛋 接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